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1是一台观看比飞行还有乐趣的无人机 当你把这个新玩意儿带到朋友的头上 他们发出这种哇我的感叹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钱花的值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这台全新的全景无人机影链 A1 Antigravity A1 我觉得观看全景画面才能感受到最大的优势 那种自己悬浮在空中飞行的感觉 它能在传统无人机和FPV想都不敢想的环境里边飞行 我把全景的这个VR视频放在P2 您可以移动手机或者使用VR眼镜来观看 欢迎收看采风摄影视画大致 我是大马毛本 这种体感的飞行操作方式 越是没有玩过无人机的人 越觉得A1上手简单 它的操作完全是靠人的感官控制 你可以通过Vision飞行眼镜寻找或者观察飞行周边的环境 然后手握在这体感遥控器就像激光笔一样 左右上下指向自己摇去的方向 还有这个像激光笔一样的手柄 还可以用来试着菜单 手指扳机控制油门大小 也就是飞行速度快慢 大拇指出手可及的是刹车键 然后还有两个单独负责控制录像启停和拍照的按钮 因为是全景相机 我一般都是在起飞之后就录像全程拍摄 然后您可以轻按侧面的按钮来调用我这个菜单 拇指波轮左右用来摆动来快速调整机头的方向 A1的一切操作都是凭感官和身体的直觉反应来进行控制 上手非常的容易 反而是玩惯无人机或者FPV的老手 需要一点点时间来适用它特殊的视觉和飞行操作逻辑 但是这个适应的过程会非常快 我自己是飞了两块电池之后呢就彻底找到了感觉 它更像是让那种身体重新理解飞行这件事 它确实是只有前臂账还有下式传感器 但是它的飞行性能有多牛 您再看完这张素材就明白了 我家附近有条河水量价而且也流速湍急 所以当地的白亮的滑艇俱乐部就在这里宣练 为了设置赛道 河上会有密密麻麻像蜘蛛网也拉了很多的钢篮和刁门 这是传统无人机想都不敢想的飞行环境 万一距离判断失误 或是万一方向稍稍一偏就直接炸击 但是我操纵AE在这里边钻来钻去 您能感觉到它的稳定性和感应速度 全景相机即使它的拍摄设备也是它飞行视觉感知系统 鸟类的身上是没有鼻杖的 只是靠视觉来判断距离和速度 在树林里边穿梭 AE也是同样的逻辑 在飞行过程中它用360度的视觉 把周围的环境实时传送到我眼前 让我本能的感知到空间的远近速度的变化 甚至风的力度 我只需要自然转动头 然后快速看向侧面下方甚至后面 环境结构立刻一心二出 在与此同时 我的手臂也会同时做出细微的动作 飞行方向就会顺势调整 和传统无人机那种看到哪里飞到哪里不同 我的头看向侧面甚至后面 但是我的飞机依然可以向前 AE的前式B张系统 还可以给我建立最后一道安全防线 当我适用了这种飞行操作 我就可以像鸟一样 在很狭窄的空间里边穿行 后来呢我为了贴的更贱 我干脆把前壁杖给关闭了 享受那种无受干扰自由飞行的过程 您自己悠着来啊别说是我教您的 自动反航功能说实话我现在都不用了 我宁可自己也操作无人机 然后用最短的路径最快的速度飞到我身边 直接叭唧落到我脚下 那种飞行的新流感比自动返航要爽多了 当然了AE自带的失联时的一种自动返航功能 我建议还是保持打开 这是安全的底线 全景无人机带来的好处就是 它的电池续航效率大幅度提升 传统无人机拍摄呢我们要先飞一遍找视角 然后再飞一遍实拍 万一云台抚养或者它这个转向的角度 这个过了头那就NG还得再来一遍 电池呢就这么白白的消耗掉了 AE可以一边飞行一边拍 甚至呢在寻找目标的同时完成拍摄 在后期软件里边呢你通过打点或者智能追踪 来实现丝滑的运镜 全景相继拍摄一次飞行可以完成两个 甚至多个不同的视角的拍摄 比如像这个画面 虽然电池续航没有真的翻倍 但是拍摄的效率至少高了三分之一 AE还有航线规划功能可以让无人机 按照之前存好的航机自动巡航 把飞行眼镜交给您的家人或者观众 让他们感受跟您一模一样的飞行航机 或者让高级用户实现高精度的飞行运镜 就像传统无人机一样 AE也可以实现智能运镜 就像环绕渐远 螺旋升空 很简单只要按上手柄的一个小按钮 就像鼠标一样 旷选你想环绕的主体 无人机就可以自动完成飞行 智能运镜的飞行效果您看一下我拍摄的原始素材 另外我把飞行眼镜里的录屏给您看一下智能运镜的工作界面 我加速了一下您看看它的稳定性 总结全景无人机在我心里更像是一条能够随时延展几百米甚至几公里 能够快速释放和回收的超长空中自拍杆 没有拍摄死角不受位置的限制 所以它比普通无人机有更激进的飞行方式 比FEV有更容易的上手操作 甚至拍摄完成之后 可以把无人机的存储卡拔出来插到飞行眼镜里边 就可以直接观看全景满血素材 全程耗时不到10秒钟 所以为什么Antiguardy A1的官方发布会 以及我自己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热气球作为展示的题材 因为它太能说明全景无人机的这个影像的特性了 画面不是说被看见 而是我被整个世界包围 影像不再是前后左右 而是充满成一个球体 我们不再是站在地面上的旁观者 而是离开地面成为故事和画面的中心 那种被拥抱被美景吞噬的这种美 所以它能用来干啥 我觉得A1是真正开拓了一个全新的拥有的场景 就是沉浸式观看户外运动 比如像足球 街头篮球 还有滑板 传统固扬机拍摄视角有限 但是你要用传统的运动相机或者全景相机 又会被自拍杆所束缚 而Antigravity A1在升空的那一刻 拍摄和观看的规则变了 当它悬浮在空中 在不打脚不影响任何人的节奏下 能把运动的动态之美 从上面 从侧面 从流动的轨迹里边完美的展现出来 它可以跟着主角 而机持也可以稳稳的悬停观看全场 把无人机的优势真正发挥出来 还有比如像它在地产行业 像VR的室内场景的功能已经非常非常普及了 A1小小的这个机身升空 变身外景的360VR 直接感受房子的位置 比如像道路的这个宽度和距离 还有周边的这个空间感 包括你住的地方阳光的角度 A1的飞行操作它有多简单 它不需要专业的飞手 我甚至觉得很多房屋的销售代表 没有经验都能自己像用手机拍摄一样 轻松搞定航拍 A1有两种电池 一种使用是长续航电池 这样它机身总重量是291克 可以得到最大大概39分钟的飞行时间 拍摄半场球赛是足够用的 还有一种轻量的标准电池 可以把无人机的自重控制来249克 安全的法规之内 同时还能保留大概24分钟的飞行时间 轻不代表入门 为了符合249克飞行法规的重量 普通全景相机已经200克 公主师们还要把电机 降业传感器 甚至自动起楼架集中到整个无人机里 难度可想而知 A1的电池设计非常用心 轻触就可以显示电量 第三块电池可以挂在充电管架外侧充电 非常聪明的节省携带空间 充电管架支持极电功能 长按充电器三秒 各个电池剩余电量 就会集中到一块电池 榨干每一次可用的电量 至于它的画质 8K的画质放到我们家65寸的 你HDR电视上看那是足够震撼 强烈推荐您把HDR无损的VR的全景视频 感受一把 我把素材放到我隔壁 敬请大家一步看满血的画质 全景相机因为记录的是 从天空到地面 由亮到暗所有的细节 A1的大光比场景的动态范围表现还不错 暗光的表现有点超乎我的预期 在清晨之前 我们拍热气球升空的时候 那个场景 A1的暗光画质绝对是运动相机里边第一梯队的 它还可以在软件里边自动输出 支持杜比世界的HDR视频 如果您有HDR显示设备 您一定推荐试一下 肉眼所见这种还原现场的舒适感 显示屏支持2560x2560的高分辨率 一根Vision Pro同源的Pancake光学系统 还有Micro OLED显示屏 相当于把200寸的矩屏 融入到飞行员里边 我这表现都笔合不够 这么快 我这点没法跟大家展示 强烈建议大家去体验一把 然后感受这种震撼 要说A1有没有缺点 或者说它有一些局限吧 如果您有一些射孔的话 它确实在操作的时候 这种穿戴和肢体行为 看起来让你觉得有点奇怪 不过只要我自己不尴尬 尴尬的是别人 反正我戴着目镜 别人也看不见别人 什么反应 我现在飞着正忙着呢 根本顾不上别人 您放心 在绝大多数的地方 249克以下的无人机 它飞的是不犯法的 所以您可以踏实飞 再说一些大家关注的常见问题 全景相机如何保护镜头 A1有自动收放的起螺架 在降落的时候 可以自动展开 避免镜头接触地面 它是支持可拆卸镜头的设计 真的如果碰撞出现损坏 您可以自行更换 不耽误使用 常用常新 AntiGraphy A1 它还有安心飞的保险服务 包含像什么意外的炸机 还有飞丢 失联金水等等的保装 戴眼镜的人 能使用飞眼镜吗 完全没问题 飞行眼镜支持远视200度 还有包括近视500度的气光度调节 如果你要配上300度的镜片 可以扩展到800度 A1是否可以配传统的 这种摇杆的遥控器 目前暂时官方还没有 我也跟影灵提出了一个建议 希望有机会它们能够采纳 这样的话我就方便 这种飞惯了老式传统无人机的老手在车上 或船上使这车载具上来进行操作 AntiGraphy A1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摆脱了重力悬浮在空中 它的每一次升空都会重新定义飞行和影响的可能 我这期节目只是展示了一些传统的2D的画面 但是你一定别忘了去看一眼全景的VR视频 这才是它最大的价值 好了今天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的全景摩扇机 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 我是大马猫文 等下期再见 对不起 是的 感谢观看